如果你问我世界上最快的量产电车是哪款 在今天之前我会告诉你 是Plat版的Model S 但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变了 Lucid Motors推出了 Lucid Air Sapphire蓝宝石 Sapphire 是Lucid的高性能资品牌 类似于奔驰的AMG 宝马的Empower 虽然叫蓝宝石 但使用了北极熊的标志 Peter Rawlingsson果然是一个狠人 蓝宝石的数据全面碾压Plat版的Model S 他在发布会上说 蓝宝石代表了电性能的巅峰 最终实现了我一直寻找的性能 经过艰苦的开发工作 我能够确认Lucid Air Sapphire 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性能 我相信最有眼光的车手 都会同意这个观点 在没有增加电机的情况下 同样的三电机 马力做到了1200匹 1 4分之1英里 也就是402米的加速 做到了9秒以内 0-60英里 也就是0-96公里每小时的加速 在2秒以内 要知道这是从静止开始计时的 并且是原厂的轮胎 特斯拉的Plat的测试方法比较特别 怎么样是不是相当的亮眼 当然价格也相当的美丽啊 接近25万美元 整整贵出了10万美元 看来也是相当有底气 全车都采用蓝色基调的外观设计 而且只有蓝色这一款 所以辨识度相当高 以后你在路上看到蓝色的Lucid 就知道它很贵 也不好惹 这次最大的改进是三电机的动力总成 新的双电机的后驱单元 和一个单电机的前驱单元 采用了新的热交换技术 和更高的冷却剂流量 使得发热控制异常的优秀 能够释放更大的性能 要知道原先的Lucid电机已经足够优秀了 微喷射定子冷却系统 混合磁缸 特殊的波绕扁线 近人的转子轴集成 差速器的设计 等等等等 我有全网独家详解 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双后独立驱动的优势就太大了 能够独立的控制扭矩的释放 对于转向过弯的操控 都是全新的体验 这是首次曝光的Lucid Air的后驱双电机布置方式 前电机是垂直放置的 后电机是导过来的 而尺寸保持不变 如此的体积如此的性能 只能说太变态了 当然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对应的是极致的设计 新的电池新的全车热管理系统 宽体组件超高性能的Aero Sapphire轮毂 定制的米其林PS4S轮胎 碳纤维轮毂 全新配色的内饰 全新配色的内饰 Alcantara的运动座椅升级了探讨紫刹车 加上全新的空气悬架 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架控体验 当然它保留了Lucid Air的所有特点 车体并没有缩减超高集成的设计 紧凑的车体 却有超大的内部空间 同样自动开关的超大前备箱 和专利设计的超大后备箱 没有因为性能牺牲任何实用性 以及酷炫的超微阵列大灯 可以说能给的都给了 并且堆到最满 对了 还有800伏的构架 所以它是目前跑得最快 充电速度最快 效率最高 续航里程最长的顶级电车了 那关于Lucid与特斯拉的你来我往 相互竞争的故事 可以去看我往期的节目 非常精彩 简单来说就是Model S的总设计师 Peter Rawlingsson离开特斯拉后 一手打造了Lucid Air 把当时Performance版的Model S 按在地板上摩擦 老马靠着碳纤维套筒的Plat版电机 搬回一场 现在蓝宝石又全面碾压了Plat 众人的目光又一次集中到了特斯拉这边 这一次老马会使出什么招数应对呢 这是真正的神仙打架 好戏正在上演 那我个人猜测 特斯拉很可能会推送新版的固件 解锁Plat电机的全部性能 我们知道格子电机还是有很多余量的 但需要更强的电池配合和更换轮胎刹车系统 但不管怎样至少目前Lucid再次坐上了地表最强的宝座 这是Lucid的拼死一搏 为什么这么说呢 Lucid各方面都追求极致的设计 使得产量非常有限 要知道特斯拉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工程制造能力 是成本的控制 而Lucid高高在上的价格订单量有限 短时间内跑不起量来 那就只能往上走 做最顶级的豪华品牌 推出更极致的拥有更多溢价的产品 来补贴研发的投入 赚取利润再打终端市场 这是老马当年的secret masterplan的核心要义 Lucid至少现在在性能的维度上 完全站上了电车的巅峰 所以这是电车时代的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顶级豪华运动轿车 那你更喜欢Model S Plaid 觉得性价比更高 更香了呢 还是更喜欢Lucid Air蓝宝石 欢迎留言讨论 好吧 我是你们的Wayne 这是一个关注高端电车的科技频道 新来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 频道的老铁 记得点赞留言转发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见 Peace